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只能看着周围的情侣撒狗粮 而从长相上来说 阿拓属于那种妥妥的不良少年 所以他和同学们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但关于怎么选女朋友 阿拓早就准备好了一套标准 他想要一个又真又可爱 而且和他一样喜欢宅文化 平时没什么事情就看看 《金小说逛逛秋夜园的女朋友》 你们给我安静一点 开学典礼上 雪姬老师正在用冷冽的声音痛斥着心声 虽然看上去雪姬老师不失为一位大美人 可他却浑身散发着自然又冰冷的气场 还是这所学校出了名的严格可怕 不过这对于男主来说可不一样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这一天男主一如既往前往书店购买清小说 在回家的路上 他看到有个女孩抱着一个大纸袋 沿着天桥楼梯往上爬 巧的是 纸袋上刚好印有男主刚刚光过的书店标志 从样貌上来看 女孩的年龄似乎和男主相仿 那一头乌黑靓丽的头发和柔情似水的眼眸 很快就引起了周围人的关注 最主要的是 她身材曼妙 却拥有一股清纯少女的气质 就在男主沉浸于 如果能和这样的大美女交往的幻想中时 女孩的纸袋突然承受不了书的重量 裂开了一条大缝 好几本书哗啦掉落在地 滚到人行道上 眼看着就要被人踩一脚 眼睛手快的男主连忙发扬绅士品格 冲上去捡起了书 当然这一举动也成功让男主搭上了话 女孩很是感谢男主救下了她的书 而被这么一夸 男主也决定秉持着帮人帮到底的原则 帮女孩捡起书 但就在捡书的过程中 男主突然发现 散落的书中夹杂着几本高三用书 看来这位或许比自己年长 大概是位学姐吧 男主心中暗暗猜想 但很快她的思趣又被纸袋里的那本色色轻小说给吸引去了目光 可能是察觉到了男主的视线 女孩的脸颊顿时涨红了起来 她马上解释到这是个误会 这本轻小说其实是给她自家爷爷准备的 这还真是一位大小女啊 最后由于理由过于离谱 女孩终于承认这其实就是买给自己的 说着她脸上扯出一抹僵硬的笑容 气氛瞬间沉浸了下来 男主连忙圆场 表示女孩非常有眼光 因为自己是宅男的缘故 所以也经常看轻小说 看着笨拙着安慰到自己的男主 女孩终于露出了微笑 但就是这一抹微笑 让这一天又多了一位动心的少年 随后男主提议帮女孩搬书 女孩本想拒绝 但老天直接来了个神辅助 一道闪电划过天空 把女孩吓得浑身一颤 这时男主喃喃道 好像天区预报说过有语 待她再转头看向女孩 女孩一脸胆怯 犹豫了一会儿后 最终决定向男主提出帮助 一路上两人并肩前行 对新小说这一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在这项氛围下 女孩忽然笑出声 表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那个我也聊得很开心 或许是因为平常 没有能聊这些共同话题的朋友的缘故 男主也用力点头 说出了自己真心话 聊完天后 两人感觉已经完全意气相投了 但两人的缘分还不止如此 男主默默送女孩回家 却惊讶地发现 女孩的家就在自己的对面 意识到此后 此时的男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真想看一次他穿制服的样子呀 一想到这儿 男主就有些伤心 毕竟自己在学校也算是个独行侠 一般没有朋友 更别说这么意气相投的朋友了 可能到最后他们也只是陌生人罢了 虽然男主有想要交换联系方式的冲动 但这种想法马上就被他的自卑打败 那个对了 女孩的脸颊突然飞上一层红韵 但他却主动要了男主的联系方式 男主惊讶不已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美少女居然主动问我要联系方式 这也太幸运了吧 小小愣神之后 男主果断答应女孩的请求 回到家后 男主和这个名为冰川的女孩聊了很久的天 但是冰川却撤回了最后一条消息 诶 这是什么意思 男主丝毫没有一点头绪 于是他不停查阅聊天记录 生怕自己说错了一句话 交换完联系方式的一周后 冰川主动发消息向男主道谢 从那天起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聊天 不过虽然和冰川聊得非常开心 男主还是有些自卑 活到这把年纪了 还没怎么和女孩子在社交软件上聊过天 本以为和女孩聊天这种事情就此无缘 没想到机会从天而降 男主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等待对方回复的日子总是漫长的 男主在聊天的过程中心乱如麻 情绪完全被信息掌控着走 连节夜典礼的内容都充耳不闻 不过作为不良少年 男主也得知到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 自己的春假竟然要用来补习 这时老师找到男主 一顿苦口婆心劝说男主好好学习 要融入集体 老师有些无奈 在学校里 同学私下给男主叫 烈化版的过气新角兽男主角 而这一称谓 瞬间激起了男主身上的斗志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摆脱烈化版这个称号 不得不说 这也是一位细心的老师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他感觉到最近的男主有些不在状态 虽然这种担忧 一直在男主心里若隐若现 不过他还是把事情解释给了老师听 听完男主的困扰 老师的嘴角顿时扬起笑意 他建议男主 如果对方一直没有传消息给你的情况下 最好也不要缠着人家 接受这番建议后 男主心情顿时跌落谷底 回到家后 男主收到了冰川的消息 愿男主在他们公寓门前碰面 因为父母出差 姐姐独居 男主现在也处于独居状态 所以没有人管制的男主 当然很是愿意 于是他提早十分钟奔向目的地 当他来到公寓一楼的时候 冰川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见到男主 冰川浅浅一笑 他的样子十分精致 察觉到男主的事件后 冰川拿出自己准备的锅 解释到里面是上次事件的谢礼 看到礼物后 男主更加高兴了 不过他的嘴确实有点笨 一开口就喊人家冰川姐 接着又夸他看起来就很喜欢做饭 总觉得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人 面对这些夸奖 冰川微笑一戴 与此同时 男主表示 既然自己收下了这个谢礼 那么也得回个礼才行 冰川本想礼貌回绝 但他突然抬起头 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 开口道 既然如此 我可以提出一个任性的请求吗 我喜欢的一部作品 要办联名活动 但是一个人提不起勇气 如果可以的话 要不要一起去呢 而这项邀请 怎么看都是约会吧 幸福来得太过于突然 男主瞬间愣在了原地 可就在他傻愣期间 冰川以为他是在犹豫 于是连忙挥挥手 为自己说出这种话抱歉 没关系 一起去吧 好在男主及时回神了过来 马上答应了下来 话还没说完 冰川就雀跃地凑了过去 但突然又觉得自己反应过度了 他急忙缩起身子 摸摸头发 随后他带着温柔的微笑说 先这样吧 晚安 我很期待下次的出游哦 之后在品尝过冰川的料理后 男主还和冰川 进行了好几次的约会 当然 他们也正式成为了一对恋人 然而就在新学期开始后 男主惊讶地发现 女友的真实身份 竟是学校里的魔鬼老师 人称雪姬的冰川 成为了男主的扳倒 不管怎么样 这一段似乎无法被世俗接受的恋爱关系 已经生根发芽 虽然在这方面 他们还需经历波折 后期撒谈过程中 也夹杂着一些小虐 但是喜欢柯玉姐 加伪不良的小伙伴们 可以大胆尝试哦 那么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大幕将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